刚看到西安昨夜发生重大事变 张扬发动对角兵电 一个国家必须有强的中央政府 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 合乎民意的政府 当然要誓死拥护的 若政府做事违反民意 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道路上去 都说东北王的胆子大 没想到这么大 连委员长都还下手 会不会搞错了吴传的消息 处长已经打过电话了 国民政府与昨晚召开了紧急的联系会议 讨论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那委员长会不会出什么事 那就要看他自己怎么决策 张学良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 其中有一项是停止一切内战 委员长同意还是不同意 将会产生两个不一样的明天 要是委员长同意了 那我们的工作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也许 也许截然相反 戴笠正在积极地运作 准备代表南京飞往西安 这也是处长电话里说的 是啊 无论这件事情如何解决 势必会成为国共关系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 也会成为党内权力填平 重新调整的一个转折点 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下来 我们跟立营社的矛盾 将会更加地激烈 蔡医生 陶站长之前吩咐了 除了您跟医院的医生 谁都不让进 他是我们医院过路房的工人 帮我拿东西的 不是外人 那这个呢 这是给病人准备的 灾健康的人一直躺在床上 也会躺出问题来的 我已经跟你们陶站长打过招呼了 怎么着 你要干涉我的治疗吗 不管 要不要我请你进去 一起看看病 隆医拿来了 拿了 拿把手 这两天怎么又昆睡不行的呀 这个病人谁都说不好 现在只能等 这不是急着人吗 蔡先生 你知道吗 西安出大事了 早上我听苏院长说了 这下可好 如果那站一停的话 您就安全了 再也不要咱们偷偷摸摸摸 安丽 西安那事跟你有关系吗 神仙打架是女龙掺和的吗 先管密码的事 三哥 你不懂 枪狗对外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对咱们都有好处 我不懂你懂 你见过一座山里有两只老虎吗 现在只不过是狗熊来了 两个人联合起来一起打狗熊 等狗熊走了你看着 肯定还得内动 三哥 行了 行了 你被狗熊老虎的了 现在事情刚出 之后会怎么样谁都说不好 我只知道这段时间咱们最危险 你去 你想 陶长凯那方面 苦心经营了那么久的计划 一旦停战 那不就全都泡汤了吗 他会乐意吗 所以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陶先生 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赶紧醒醒吧 来 阿里 把退一活动 好 钟孙说 曲儒森是力刑社的特务 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就是马天明 让我们帮忙处理掉了尸体 什么 他竟然 让我们替他备黑锅 哥 我现在就去横山医院 把马天明给你带回来 等一等 还等什么呀 哥 难道等着力刑社 把我们都带走啊 现在西安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南京根本顾不过来 再说了 对于去如森的死 钟孙他们也不会太在意 那也不能就这么便宜的那小子 他弟弟现在在我们手里 他都敢这么戏耍我们 他也不怕城市放眼里了 我们现在要的是密码 实位数的密码 马天明谁也别动他 拿到钱之后 灭掉所有知情人 四爷 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司机 也是知情人 司机 怎么回事 怎么了 黄师傅说 有人来打听医院的新司机 打听我 对方什么人 对方没说的 黄师傅觉得 像城市的人 那他自己也有 这一局 又是 他也不感兴趣 他们都不听 就这么多了 有时 我会听到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什么 我们一定要 四爷 许久不见 我们兄弟俩过来看看你 好啊 朱天德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密码的事 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朱天德这件事情 你还跟谁说过 没有啊 我没说过 这件事情没有其他人知道 你 您可以放一百个心 马天鸣 我们之间千万别绕班子 四爷 那天晚上和二妈见面 确实不止我一个人 我就带了个司机 是我们医院的司机 司机 对啊 我不是为了把人运过去吗 为了车我没办法 我只能找他帮忙了呀 他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 他什么都不知道的 那个尸体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我丁云峰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第一次被人利用 屈如森是南京的特务 这个病人是一个特务 四爷 这个事情我真不是故意的啊 我 我没骗您 我就算要骗您的话 我也得有这个胆量啊 你是没这个胆量 但是你有这个脑子 不懂的 人家吗 你呀 我就会有肯定了 你看 你 你 下来了 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很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他不就是一个司机吗 我们给他点钱打发了就好了呀 如果这个人要是坏事 我第一时间我保证 我把他抓到你的面前 好 我答应你 阿丽 你走那么快干吗 你也听到了 丁云峰现在怀疑上蔡里昆 我这不是在出卖他 我这是在保护他 那你一开始 就不应该把亲邦的人拉进来 三哥 你忘记跟蔡先生之间的承诺了吗 亲邦是我想拉进来的吗 我要不拉亲邦进来那天 我们三个人都得死在大城公墓 你忘了 我发现这个蔡里昆还真是啊 什么都跟你说 三哥 我就是觉得 你刚才做法不对 那你告诉我 怎么做是对的 阿丽 我问你 是不是现在在你的心里 这个蔡里昆已经比我重要了 三哥 我告诉你啊 过去的事情就算了 你要是敢加入他们那个组织 从今以后你就别认我这个三哥 既然要走两条路 咱们就各走各的 还有 小四你也不用救了 我自己来管 三哥 三哥 第二条路 这面是我们的 这本像cmki 你どう是打电话 我感 liberty 你就这样 未必则再测试吧 对吧 我要拥护手 你要知道 这是你入党之后 第一个要完成的任务 那我一定完成任务 去过电报局吗 以前三哥带我去过 听得过里头 滴答滴答的声音吗